臺山治虹公園 感恩 真的很高興來見證 臺山治虹公園的啟用 將來臺山治虹公園 平時是一個市民油氣的場所 在汛起來臨的時候 治虹池也可以有效的吸收短時間增加的水量 改善我們古山地區的淹水問題 治水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考驗 現在的氣候變遷的挑戰 全臺灣短年時強降雨的現象越來越常見 我們是沒有辦法完全把水阻擋在外面 但是我們可以找到跟水共處的方法 所以治虹池的設計跟設置 就是我們跟水共處的一個重要的工程 透過前瞻計畫的水環境項目 我們會推動治虹池以及各種綜合性的整治工作 我們預計要改善全國200平方公里的溶液淹水區域 我們也會增加供水 並且運用新的科技來穩定漢季的水源供應 我們還會在每一個縣市推動清水空間的營造 讓河川恢復生命力 今天我們看到柴山治虹池公園的正式啟用 這背後經過很多協調 也克服了許多工程上的困難 雖然每一步都不容易 可是我們看到建設落成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忘記辛苦 都會充滿了感動 無論是前瞻基礎建設 或者是國家任何的改革都是這樣子 在最艱難的時候堅持 最後就會得到最完美的果實 所以我要邀請大家 我們繼續努力 我們這會繼續打招 好不好 好 高雄加油 臺灣加油 謝謝大家